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根据这次会议组织方的要求呢 咱们在每个人的袋里面还有一个提示的纸 是关于如何使用一个软件来提问的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使用那个软件用自己的手机联网在上面提问 当然如果说不自己软件的 我们也可以最后安排时间提手提问 好 现在呢这个下午的这个panel正式开始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做一个一分钟左右的自我介绍 下午好 我是Suluki 来自于欧洲航空安全局政策与规划处 下午好 我是John Monks 我现在是英航航空安全风险和合规主管 我也是波音飞机的一个机长 下午好 我叫Shak Shield 目前是芬兰首席的运行官 我的背景是维护和修理 我也担任过两家航空公司的手续运营官 我是Suluki 来自中国民用航空航空安全办公室安全监察处 波音七三七六七七八七的机长 谢谢你 女士们先生们 夏宇好 我是来自北京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安全办公室的杨阳 我在北京飞机工程有限公司工作了二十多年 一直从事质量和安全管理工作 谢谢和大家一块分享 好 谢谢大家的自我介绍 大家能从刚才大家的介绍中看出来 我们这一次PATO的安排还是很用心思的 因为这里面有三位来自局方 三位来自公司 其中也来自IASA的 也来自CEC的 那么包括我们孙主长 他主要是从航空安全管理 从整个SSP的角度也会跟大家做一些补充介绍 那么还有三位是来自于工业界 其中有飞行专业的也有维修专业的 我相信通过大家的讨论 会使大家从中欧局方和公司的角度 对SMS大家可以增加相应的理解和分享相应的信息 那么首先我想对这个SMS做一个整体的介绍 那么这更多的是一个热身 我想通过一个整体的介绍和popular的问题 能够使大家在很短的时间内产生共鸣 重新回忆起来对SMS的理解 重新想起来大家在实施SMS过程中的一些困难 这样的话更有利于我们后面的经验分享 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国际党组织呢 颁发了附件19是关于安全管理的 那么尽管这个附件19呢是2013年颁布的 但是实际上呢从对营运人的要求 2006年在附件6里面就进行了阐述 那么应该说呢这个全世界啊 对于SMS的这个研究应该说起步的都很少 那么以我个人的经历来说呢 中国民航应该是在2005年左右 首先呢接触了SMS这个概念 当时呢这个加拿大民航局也经常多次派专家 到中国民航来进行讲解 后面呢通过和欧盟的合作项目呢 我们也曾经邀请过法航来进行讲解 应该说当时对SMS的看法呢 应该说还是比较粗浅的在2005年的时候 应该说当时有很多比较有用的片段 有用的概念被接受了 但是系统的全面的理解当时还有一定的差距 比如说安全文化当时被引进来了 尤其是无惩罚文化当时引起了很多共鸣 比如说数据分析的概念 比如说风险管理的概念 有很多概念被引入了 但是如何系统的实施呢 应该说当时经验也不是太丰富 那么随着这个国际民航组呢 颁布了相应的文件以及呢这个持续的推广 应该说中国民航呢脚步还是比较快的 在2008年颁布了关于121 也就是关于航空公司这个SMS的这个建设要求 在2009年关于维修单位也颁布了实施SMS的要求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 中国民航所有的维修单位和按照CCR121部和CCR135部 运行的航空公司都通过了SMS 那么应该说呢 对于这个SMS的这个追求呢 我觉得还是来自于我们永恒的主题安全 随着运输量的不断增加呢 那么对于安全率应该要求是不断提高 否则呢最终的安全结果是公众很难接受的 那么应该我们看到呢 从改进安全方面 整个工业界包括这个局方都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应该说最早的这种改进呢主要是从技术方面 当技术发展呢到了一定的程度以后呢 人们更多的开始从管理方面 包括CRM 包括疲劳管理 甚至还有一些维修资源管理 这个MRM等等概念 那么随着对于技术和人的这个援助呢 进一步呢 大家又开始使用了更多的系统方面的一些概念 比如说质量保证 比如说这个SMS 应该说呢 SMS 从很多培训和理解中呢 咱们可以认为 它是用质量管理的方法 对风险进行管理 也就是说它要有相应的政策 它要有相应的识别 它要有相应的评估 相应的控制 同时呢 还结合了这个安全促进和安全改进方面的一些措施 比如说安全文化 比如说经验分享等等 那么关于这个隐患这一块呢 既然是风险管理啊 其中就必须要谈到隐患 那么我们从下一页图上 我们能看到我们的维修企业中存在着大量的Hazard 那么如何对它们进行管理 应该说是我们长期的一个问题 并不是说现在有些问题没有办法 但是如何能够做到有效的 合乎成本的管理和控制 同时呢 将它的危险程度 控制在可接触的水平 这是我们既促进发展 又保证安全所要考虑的 那么世界上呢 我想很多当局对于SMS呢 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解和做法 那么经过和这个IASA的沟通 这里面呢也有些内容是 感谢这个赛迪先生他直接向我启动的 那么比如说这一页图 那么IASA对于SMS的做法 其中就包括呢整体系统的做法 比如说成比例的做法和综合做法 我相信呢这个赛迪先生一会儿 也会给大家在座相应的介绍 那么在 因为大家在座的都是这个专业人士 我想呢从这个粗略的这个概念上 跟大家再重溫一下SMS的这个发展历程 和它的一些核心理念呢 我也想把我们自己在对航空公司 在对维修单位SMS这个审查过程中 或者说和大家平时的经验教育中 遇到了一些挑战或者问题呢和大家分享 我想呢这也是一个抛砖引语 我相信呢我们的专家 会在这里面挑选一些问题 和大家分享他们比较成熟的做法和经验 我想呢在座的很多同志呢 如果对这些问题也自己读到的见解呢 一会儿也欢迎大家这个给予分享 那么比如说这个SMS SMS和SSP是什么关系 那么大家都知道在附件19里面呢提到了国家安全大纲 那么国家安全大纲里面提到的呢也是四大支部 国家也要有相应的目标 也要有相应的立法程序 也要有相应识别的方法 也要有安全这个促进 那么作为SMS 作为一个企业的SMS 那么它如何呼应国家的这个SSP 那么当一个国家的SSP里面 如果有绩效相应的要求的时候 作为一个企业它如何能够呼应 那么对于一个维修单位 那么如果说相比较航空公司而言 它直接暴露在运行风险的概率要小很多 那么除了航线和大修 应该说附件暴露的机会就更少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来根据SSP 来实施我们的这个SMS 那么比如说 作为这个SMS的一个重要内容 是安全文化的这个促进 那么SMS由于报告系统 似乎给大家的印象是一个自下而上的系统 但是呢从推动SMS的建设和让它有效的实施 我们又觉得它是一个自上而下的系统 而且就我们平常在和工业界交流的体会中 这更多的是一个自上而下的系统 那么如何能够鼓励到大家充分的参与 这也是我们在实施过程中所遇到的挑战 那么作为一个维修单位 或者作为一个航公司 甚至将来也可能是一个制造商 也可能是个培训机构 那么它如何评估SMS的绩效呢 那么每家单位都说自己做了 而且目前都通过了这个局方的SMS的检查 可是呢当出现了一些不安全事件以后 我们在进行检查的时候 又似乎总觉得它有一些没有做好 那么如何来评判它的绩效呢 那么如何来评判SMS体系运转的有效性呢 我想如果说大家有相应的理解和这个经验的话 我们想一会儿也跟进行讨论 那么由于SMS呢 它跟我们以往的很多做法呀 不太一样 那么除了定性呢 它还要进行定量的分析 可是我相信一会儿欧方的专家 也许会分享欧洲的一些经验 因为在中国呢我们尤其强调 对于发现的问题都不放过 都不放过 以至于以前呢即使在缺乏一些定量分析的基础上 很多单位或者这些机构 仍然是把很多隐患都列成清单 都去逐项检查 都去逐项清除 但是呢SMS里面又强调呢 有一些是可以接受的 同时呢要进行相应的分析 那么这种分析呢 往往还要结合它的可能性严重性 可是对于一个比较小的公司 它如何能够对每一个事件的可能性 和严重性进行判断 某种意义上说 我觉得这非常困难 在某种程度上也许是为了结果 来进行的评判 所以我想呢 这一块大家如果有经验的话 也可以分享 当然对于规模比较大的公司 比如像Amico 它已经做出了一些做法 我相信呢一会儿有条件的话 这个杨阳女士也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呢这个 我们的维修单位呢 在建设过程中 还遇到了一些有趣的问题 我相信这些问题呢 在欧洲应该也同样存在 那么有一些航空公司 它下面有维修单位 或者某些维修单位 它直接隶属于某些航空公司 那这些航空公司呢 按照局方的要求 它需要实施SMS 那么作为维修单位呢 它也需要按照局方的要求 实施SMS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两个SMS 如何能够做到有效的融合 来提高有效性 减少重复工作 那么在实施过程中呢 我们还遇到了 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比如说有的企业就说 我们很想去学习和了解 其他公司SMS的做法 那么如何能够有效的 把其他公司的一些 比较成熟的做法 能够充分的吸收 当然通过研讨会啊 等等是一些方法 各个企业的组织机构 和它的文化也不完全一样 但是如何能够有效的 去和别的单位 共享一些数据 共享一些危险人 和危险人的控制方法 评估方法 我相信对于类似规模 对于类似工作性质的单位 仍然是具有大量的 可接受的 大量的 可以互相参考的地方 所以呢 我想呢 我就简单的这个 把这个SMS的背景 和有关问题呢 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 下面呢 我想请我们的Panalyst呢 每一位 这个分别就自己对SMS的理解 或者对于我提出的一些挑战 或者自己其他独到的这个想法呢 和大家进行分享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请这个赛迪先生 下午好 首先我要说 很高兴 很荣幸 能够参加这个小组讨论 我要来向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这个问题上我们是怎么看的 嗯 嗯 嗯 然后 嗯 如何看 嗯 了解 中国这方面的 知情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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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呢 YASA是支持 执行 这个安全管理体系的 我们 已经 这个 提出了好几个 规范 规定 要求 各个组织 有安全的管理 系统 监管工作 关于 这方面的 工作呢 并没有完全完成 还在继续 我们 YASA 对于执行 安全管理系统 嗯 是 建筑的 三个 主要 原则 这方面的 这个 刚刚 李先生的 幻想片当中 提出过 就是 整体系统做法 中国做法 整比例的做法 这些是什么意思呢 整体系统做法呢 是 让所有有效的 安全的措施 要考虑 在整个复杂的 当中 航空系统 复杂系统当中 每一个人的 这个安全的作用 和他们互相之间的互动 所有的参与人都会执行他们最基本的安全措施和过程 综合做法 综合做法 我把它说的简单一点 是要把 是要把 到目前为止的量化 这个 制化的 这个体制 和根据 Archeo的新规定 把它变成单一的系统 最后呢 最后呢 一个重要的方面 就是 陈毗里的做法 是承认 根据19的附件 附件19号 第二条 管理体系 要符合你的服务供应者 它的规模 和它的提供了有关的产品和服务的种类 那么 YASA如何去实现这些目标呢 那就是建立不同可接受的合规措施 对复杂的组织和不复杂的组织 建立不同的规范 允许这个组织来开发 他们自己的合规的手段 备选的手段 因为这种手段更适合于他们的组织 这就是我简要的讲了YASA 如何来执行安全管理系统 尤其是在维修方面 维修是航空业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现在不占很多时间 等会可能还有问答的时候需要的话我再说 关于这种全面实施和部分实施的一些看法 上面呢我们有请这个 Ajuan Monks OK Good afternoon to you again Ladies and gentlemen I'd like to build 我要顺着 这个刚刚你介绍的过程当中的一些 几个问题 在工程世界 我是英语母语的国家 所以我讲的比较快 我要顺着刚刚已经说过那一面 就是一个组织的复杂性要考虑进去 这是一个重要的考虑 每一个组织我们都有维修的要求 继续这个四航性 过去提到对这种三种认可 现在不足以建立一个单一的体系 这是一种挑战 所以要把整个系统的解决方法 那就是要有效的监管 不是单一的监管 不一定是单一的监管 可以是分开的监管 但是用的是同样的管理语言 同样的意图 然后造成一个单一的组织方面的 或者创造一种结构 把他们的活动都把他的文化和他的做法 都围绕在这个整个体系解决方法周围 这对于监管的结构很重要的 领导力 领导力去在安全管理方面 进行测试他们的业绩 在每个组织 每个监管人员当中 都要明白他们自己的智能 作用 怎么去促进 什么样的做法是对的 需要什么样的技能 需要掌握什么样的知识 才能够完成这样一个统一的体系 这就向我们提出的新的挑战 尤其在维修领域 要处理新的技术 怎么用来有利于我们的安全管理 如何应用到我们的飞行员的飞行舱里面 利用这个新的技术 我们需要去反映 现在对参与的人 他们的技能的新的技能的需求 才是他们能够 深入这样的安全的要求 最后我还要说 数据的作用 今天上午有人说过 是空客的同事说的 我觉得也适应于其他的航行器 现在可以获得的数据 通过维修来的数据 人工智能每天在积累 现在我们的挑战 不管是什么样的航空公司 还是维修公司 虽然我们都是很不同 但是要把这个数据合到一起 在一个组织之下 把这些数据结合到在一起 一个组织 一个国家 或者Arceo的全球计划 把这些数据结合到一起来 像这些组织提供这样的一种 安全的情报 从而让每个参与的人 都可以有这样的一个集中考虑 如何改善他们的安全 虽然我们现在整个行业的安全 系数已经很高了 我再用分钟吧 希望晚些时候还有机会再讨论 那就 谢谢 谢谢 这个第三个人发言是很难的 因为发现银行的钱都被拿走了 早些时候有人说过 我们EASA也是现在在做的 这个安全管理系统 是按阶段来执行的 是按阶段来执行的 所以维修是后来的 我要说按照监管 我们越来越基于这个风险为基础的 或者表现业界为基础的审查 在维修这个方面 我觉得要执行安全管理系统的最大挑战 是因为有不同种类的维修 如果是按照某一个线条的维修 那是很容易的 你提一个报告 很容易分析它的严重性 它的可能性 概率论 但是你是一个维修组织 来维修它的轮胎 那你怎么去考虑它的维修活动 整个的严重性 因为这是跟可能产生事故是有关联的 所以在我看来 这种质量控制 还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是让维修要确保安全 我们的维修做得对吗 经常用词也有问题 我们用的用语是不是一致 维修这方面谈可靠性 它跟SMS有点相关的 就是和它报告的内容 是有点相关的 但是我还是觉得 这方面是有很大的挑战 就像同志所解释的那样 从一个最小的维修项目 一直到一个飞机 一个航空公司的一个整个的维修 我并没有一个灵丹妙药 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现在用SMS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指导 我先说这么两分钟吧 晚些时候讨论的时候 我还可以继续做 长华先生 大家好 刚才非常高兴 我们前面几位嘉宾 都已经把很多重要的概念 给大家做了回复 我在这里面可能要强调 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做SMS 你首先要明白 这个SMS解决的是哪方面的安全问题 那么应该包括两方面 作为维修来说 一个是包括是什么 它的产品在飞行运行当中 的可靠性问题 也就是说它对飞行安全的影响 另一部分 是它在本身的维修工程当中的 安全生产的 安全的影响 这是两个不同的领域 而实施 我们现在国际民航组织要求的 这个SMS的管理的重点是什么 是它的维修以后的产品的可靠性 在飞行运行中 对飞行安全的影响 这是我们要重点关注的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现在讲 有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大家觉得做SMS的时候 有时候觉得不好下手 因为我们是把维修体系作为 整个航空运输体系的一个子系统 也就是系统中的一个小系统 一个子系统来考虑原体 如果我们把整个的 航空运输体系 来考虑整体的SMS的时候 你再去理解在维修体系的SMS 这就比较好理解了 另外一个就是说什么 关于刚才这个SMS 有个重要的一个部分 是需要我们关注的 就是安全绩效的问题 很多人对这个安全绩效的理解 可能有自己的看法 这里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经过研究最后认定 安全绩效实际上是个什么东西 是这个系统运行的时候的安全状态 这种体现 它为什么叫安全绩效 实际上是你实施的风险管理措施 产生的效果的体现 所以说 SMS的两大支柱 风险管理和安全绩效管理 实际上做的是同一件事情 就是说 减少无必要的损失 提高我们系统的可靠性 好 我就先接反正 谢谢 感谢 感谢长王 那么 请我们拍到你唯一的女士 也是我们真正在这里面 现在还在MRO 你的SMS里面奋战的一位同学 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好 刚才说到了这个复杂的维修机构 就是凉水 那么什么样的文化 是更好的文化 我个人的理解 可能是 让大家都能达成一致 共同的认识的文化 能被所有人接受的文化 适合你公司发展的文化 才是比较好的文化 这个是我在这个里面的理解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Amico是2007年开始引入SMS这个管理 其实SMS管理我自己在这个建设过程中 我不认为它是一个新的系统 只是在原有的系统上 加入了我们的数据 加入了风险 加入了绩效管理 然后如何去推动我们文化的改进 那么我们在这个实施的过程中呢 我们发现Amico在从2010年开始实施 正式实施SMS的时候 到现在也有很多的变化 比如说我们最开始 我们更强调于这个个人责任的问题 那么现在呢更强调于鼓励个人去报告 然后呢是在管理的这些所有的这个 这个链条上承担责任 这是一个变化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管理数据的时候 我们以前更关注于有结果的 这个出现后果的这个维修差错的管理 那么现在呢我们更强调于对所有发现问题的 跟原因分析 那么对于这个一个系统它的复杂性 可能不是一个绩效就能够判断出来是好还是不好 因为在一个像Amico这种复杂的企业 它分为很多层次 包括安全战略 安全策略 你是怎么做的 包括中层的生产运行过程的过程 包括员工的不安全行为 这也是一个变化 那么我们前一段时间呢 也重点是在这个 我们叫激务作风 我们中国话叫激务作风 其实我觉得是这种 对于不安全行为的这种纠正方面 可能下了更大的功夫 而不是针对一个出现的事件做风险管理 那么因为我们要找出来 我们这种不安全行为 我们才能从系统上发现哪些系统 才能够支持我们这些不安全行为的减少 比如说我们不按照公卡的要求 执行维修工作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不是说员工不想做 如果说你有超过七十月 昨天我们也听到 超过七十月的工卡 让这个计刑员去做维修工作的话 他肯定会放掉很多事情 那么怎么有更好的这个工卡系统去支持他 那么怎么样让这个工程师更好的编出工卡来 怎么样对这个工程师做更好的培训 适合你这个企业 那么这也是我们在很多基础方面 要投入的这些工作 那么安全文化我觉得也是我们的一个基础 另外也是我们应该要不断完善的这个一个 将来不断推动我们这个系统往前进 那么Amico呢 这两年呢在做整合工作 原来我们是五千人 现在要超过一万一千人 那么在这中间的变革管理的风险管理 也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大课题 这个就是我现在想跟大家分享的 一会儿我也希望大家能够互动交流 看看大家在这方面还有很多其他的经验没有 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这个 五位这个专家分别对于刚才的一些问题啊 分享了自己的一些经验 下面呢咱们进入整个这个Panel的第二个环节 咱们进行经验分享和问题环节 如果大家有需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经验呢 大家可以举手进行发言 如果说有专门的问题也欢迎提出 谢谢 谢谢 你认为产业应该在支持安全文化方面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你认为我们作为产业对于SMS来说有什么角色 谢谢 非常感谢你的问题 我想安全是我们需要大家的参与的 我们刚才有嘉宾谈了安全的文化 我们知道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都知道对于改变文化来说 这是非常重要的 每个公司都应该采取措施 我们在整个产业都需要大家采取措施 当然从OEM这个角度来说 大多数的企业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 这包括对直升机等领域的管理 你如何面对产品的交互 好 早些时候我们早些时候听说过 我们在接收多少飞机新的飞机 这个安全的改进是让人们很敬佩的 我们是建筑在这个统计来看的话 如果将来数量增加按照原来的比例 那么事故就会更多 这位空客直升机公司的先生 应该说从维修单位来说 他的SMS肯定是他自己要制定相应的政策和策略 但是呢 我觉得有一些呢 是他确实需要OEM的帮助的 那么比如说 如果你比如说最近这段时间 某某公司交付的飞机 如果持续出现很多设计制造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说 这是航空公司或者维修单位 他无能为力的 当他在运行中遇到了很多技术上 他自己很难解决的问题 我觉得OEM在这个时候提供大量的后续支援 我觉得这是对他们实施SMS最有利的帮助 但也许真正从体系 从公司自己的结构上来说 如何实施 可能对于一些全新的公司 OEM可以发挥桥梁的作用 把他们以前支持过其他公司的一些经验进行分享 如果对于一些成熟的公司 往往这些公司是愿意按照自己的文化 自己的绩效要求去建立的 谢谢 另外还有吗 谢谢各位专家 我这边有两个问题 想请教一下中欧双方的专家 我是来自一个维修单位 也是营业人的一个维修单位 我想在我们推动风险管理的过程中 因为涉及到安全绩效 安全绩效在维修的层面推广的时候 遇到一个困难 就是缺乏一些数据 因为我们觉得飞行员 它有完善的QAR 可以设计很多的监控点 来达到它的一个风险管理的手段 但是我们维修的话 在维修过程中 其实就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好的采集点 所有的事情就是结果论 结果论了之后 就会跟以前的质量管理又类似了 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各位专家 看看中欧双方在这方面 有没有一些好的经验可以分享一下 第二个问题就是 作为营运人 他有大量的维修工作 实际上是协议委托出去的 那么包括航线维修 包括一新一定级别的C-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营运人的121下面的维修单位 维修部门实际上 它在维修工程管理上可能还行 但是在维修 真正的维修工作方面 它的能力肯定是比不过MRO的 也比不过各个站点的这些 具体的每个机场的维修的 这些维修单位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那么怎么对于营运人来讲 它的维修部门的风险管理 怎么样去管控到这些协议单位 同样的问题也是缺乏数据 因为真正实实到了 让它知道的时候 其实已经是有一定后果的事件 而也是缺乏的一个过程和监控 我想大概也是这两个问题 一直都困上转换 好 感谢宋先生 这两个问题咱们一个一个说 咱们先说第一个问题 是关于数据分析 怎么样采集和确定这个方向 是吧 第二个问题呢 可能是关于如何对于外围工作 进行管理 尤其对于一些你还处于技术劣势 或者在供应商选择 处于劣势 在某某机场 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 如何对它进行管理和控制 对吧 我如果理解正确的话 那么第一个问题 看看我们哪个人家愿意分享 我来试试看 其他同事可以帮助我的 要实际的数据很重要 安全的数据 不一定是运作的数据 运行的数据 你还是需要安全的措施 根据这个组织和系统方面 去收集数据 你想干什么 你在做什么 然后看你们这个组织 所关联的风险 然后制定一个非常健康的 有活力的报告制度 这样的话 就可以不断的改进你们的安全的操作 因为有了安全的这个衡量 等一下 因为维修呢 我个人在建设SMS的过程中 维修的管理 重点是在质量管理 在SMS其实和质量管理是密不可分的 不要把它分隔开来 比如说我们在现场出现的 您说的是大事以后你才有 那么首先呢 从小的世界 比如说像反攻的数据 你可能就需要收集吧 比如说像你的质量审核的数据 比如说像监督的数据 包括伸展运行部门 它怎么来做自我完善的这些数据 可能都是你要考虑的一个方向 那么对于调查的数据呢 这已经是产生后果了 这可能是更关注于你风险管理的严重度吧 那么平时这些监督数据 虽然没有出现很大的后果 可以考虑成你的这个可能性 这是我对这个理解 我不知道这个方面 但是呢 收集数据可能是需要一定的过程 因为从AMACO在2010年开始 执行AMACO 执行SMS的时候呢 它已经有了超过10年的安全数据 只不过它没有把这些数据整合起来 我们干的一件事情就是整合这些数据 然后做成数学分析模型 来做它的风险管理 这是我的一个分享吧 关于这个先生刚才谈的这个第一个问题 我想给你提个监督 为什么呢 就是实际上你刚才说的 就是说好像跟质量管理差不多了 实际上它两个是两个方向 解决的是同一个问题 资料管理是从正向去解决问题的 也就是说我从可靠性角度考虑 可靠性是什么 是我们把失误的那部分淘掉 就是可靠性的问题 对吧 反过来我不管安全什么 失误的那部分 你调过来看和正过来看 如果有的时候就从负面去讨论问题 你去不容易发现数据 特别是部分散集的时候 你莫过如从正面去考虑 但是你考虑的是什么呢 这时候你要考虑你的系统功能的影响 来分析你是不是存在技术问题和管理问题 这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仅仅是从出现差错 出现不安全的结果去考虑 迹象指标的时候 我告诉你那是非常少的 甚至你可能采集不到足够的数据 来说明你是在技术上存在问题 还是在管理上存在问题 相反 你如果建立比较好的工作质量标准 记住 这个非常重要 就是工作质量标准 比如在多少时间内 要完成这项工作 它完不成 那你去检查你的程序 检查你的管理 检查你的训练 这样你就容易去发现问题 相反 我们做工作的时候 如果说换一个轮胎 我两个小时可以换完 我换了三个小时 这时候你要去问问 为什么 这实际上也是在做安全绩效管理的一部分 谢谢 这样 关于第一个问题 我还想跟你分享一个IT专家的回答 在去年我去了旧金山 和一个数据公司的 CEO 我们当时在一起 这个有一个访问 访问了以后呢 我就问他一个问题 我问的问题跟你非常相似 他回答我说呢 他说你永远是因为什么问题 你才收什么数据 你绝不可能有一堆现成的数据 你决定去怎么应用 所以你不需要预先给自己设立太多的难题 当你决定解决哪个问题 随着你对他认识的深入 你一定会知道去找什么数据 也许历史上有 也许历史上没有 没有你就从现在开始收集 那么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对于外伪方的控制 看看大家这个专家有没有这个相应的见解 我觉得这个尤其是CEO们我觉得应该有更多的认识 是吧 数据和技术现在变得很快 把那个我们说传统的报告整个就改了 SMS刚刚开始介绍到航空业来说 像我这样的工作 报告 当时有人写一个纸张的报告 然后呢 由他的质量控制精力放入这个系统 然后再分析一下到我手里再分析一下 现在世界上完全是数据化了 数据化了 很多的数据 同个表现是紧密相连的 假如这个遵照安全的程序的人 我可以结论说 那些人会遵守工作程序的 如果你公司有很好的文化 每个人上班都很准时的 所以还有一些的这个参数 虽然有现代技术 你都是可以帮你去分析和理解这个公司的这个文化 这个新的技术就像这个刚刚说的用这个数学的公式来分析这个数据 这是有很大的潜力的 我想补充一点 它跟刚刚的问题有点相关 真正的好处 并不是单个公司或者组织去收集数据进行分析 在这里呢一定是要合作 下一个阶段要提高安全业绩是需要合作的 OAM这个卖给大组织飞机 大的组织会收集很多的数据 他们用技术 他们还有大的文秀公司 都有能力来分析这个系统的可靠性 和APP直升机这个例子 他们在数据当中可以牵头 然后呢他们去包含了很多很多小的公司 使用他们设备的 但是他们自己的规模不大 无法这个单独的有数据 所以不管是直升飞机 还是监管人员 还是航空公司维修公司 合作 数据的合作分享很重要 这个情报的收集很重要 你满意了吗 你满意了吗 多问题吗 请 请给第一个话筒好吗 下午好 这个我也是芬兰的安全局 航空安全局 我们要分析我们的顾客 我们的组织 SMS的能量有多少 他们的顾客 我们的客户的SMS表现怎么样 要是要有工具和方法 来确保 这个系统呢 那 引运者 可以找到合适的风险 可以正确的找到风险 我来试试试试看 你们问问题 我们如何去 这个 评估 这样的系统 也就是 如何去 合适的找到 风险 这个问题很好 我来试试看 回答 有一些是 内 内 内在的 风险 在 航空的各个领域 都是 固有的 在 营运者 比方说 这个飞机 防线机的控制 在维修工程方面 也有他的 这个程序不遵守的风险 有些的 有些的 零部件 器换件的可靠性 这些是内在固有的风险 两个关键问题需要问所有组织 那就是额外在他们组织当中还遇到什么样额外的风险 潜在的风险 潜在的风险 那 你是X到达了 那就可以了 那么一个组织 那么一个组织的业绩 不仅仅是他表现在哪里 而且要了解他为什么他的业绩是在那个地步 要理解他是怎么做的 他的程序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航空业的每个阶段都应该去问这个问题 如果一个组织明确的理解他自己的业绩 为什么处于某一种地位 不仅是可以从监管人分享 而且可以从业绩的其他的同事分享 这个问题可以呢 可以稍微 没点经验 我想呢 作为这个 如果要是有一套工具 能够快速的查出一个单位所有的风险 我想如果它是有价值的 很多公司都会愿意去买 但我想呢 正是由于它的复杂性 实际上呢 SMS在本身9859文件里面 就跟章笔足的文件里面 也给出了一些方法 比如说系统分析方法 它是一个方法 但是要有专家本身 对这个公司所有的流程进行分析 从中来查找相应的危险 但实际上呢 它的复杂的地方在于 我相信很多公司的 Hazard是非常相似的 但是由于它暴露的机会不一样 以至于在各个单位造成的后果不一样 这就是很多情况下要邀请相应的专家 来进行评估 甚至本单位的员工和它心目中的标杆单位 做相应的对比可能都是非常必要的 比如中国民航就曾经邀请过波音 空客等制造商组织相应的咨询团队 对于国内大型的航空公司的维修现状 进行过分析 最后由这个团队把相应的报告 留给了这些公司 但是把一些共性的问题 最后和CAC进行了分享 那么很多航空公司在那一次设计以后 也明确了自己的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我想这两点里面应该有相似的地方 尽管那个时候可能还不叫SMS 但是它的内涵 就是它真正的这个对这个公司 是起到促进的意义上 可能是非常类似的 可能是非常类似的 谢谢你们的问题 现在谈到了对于组织的监管 监督有两点我想说的 一个是合作 合作 合作 应该是现实的 检察员的作用 检察员的新的职能 来实施有效的监督 在我们IASA 我们对一些检察员的新的职能 进行培养 要求他们有更实际的技能 从而让他们有能力进行相关的对话 来更好的做好监察的工作 更好的给予他们一定的答复 对 对 对 刚才对这个SMS就是他提的这个问题 我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个如何评价一个体系是否有效 像这个先生可能我听他的问题 其中有一个就是如果评价一个SMS 他是不是能够准确地去发现 存在的我们叫隐患也好 这是一个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工作 目前我们中国民航已经开发出了一套工具 这个工具是作为SMS整个系统要素的评价 也就是说你要做SMS 你必须具备哪些要素 哪些工作程序 具备什么样的职责 具备什么样的工作流程 你才能比较有效的 去识别危险也 大概是从这个工作的程序和职责两方面去考虑这方面的问题 评价经济评估 那么通过这套工具我们用了将近有开发到基本 应该是有将近四年的时间 使命期已经用了三年 从目前看我们基本得到这样一个结果 就是当我们发现一个企业的安全状况不太好的时候 往往我们给出的评价 不是说有些企业我们是提前去做 做了就发现它的得分不高 当然这套打分系统是我们自己开发出来的 目前也还在逐步完善 不能说这个工具就一定能够百分之百的评估出一个企业的SMS 到底是好还是坏 但是至少有一点可以保证的是什么呢 我们目前得到采集的数据 它和企业反映出来的水平 管理水平是一致 发现是一致 谢谢 谢谢 非常抱歉 OK my name is Tom Boleum 我叫Tom Boleum 我是Swiss here的 代表汉沙航空的这个安全部门的负责人 我刚才听了各位的发言 非常同意大家所说的 在文化方面的问题 以及合作的重要性 在我看来 我们其实数据很多 但是数据非常分散 分散在不同的组织 也分散在不同的SM系统 SMS系统当中 尤其呢 如果你看一下这个飞行运营 有一块是维修 有一块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其他的内容 那么如果说我们可以把所有的数据都汇聚在一起 从中分析出最多的结果 这样才会更加有价值 从而可以这样帮助我们基于数据的 基于数字化 基于数据的一些管理方式 因为这个数据收集是一部分 刚才一位同事已经问到这个问题 但是在飞行的运行当中 有许多的问题呢 不仅仅是有关于数据 还是有关于维修和维护 那这一块 所以是不仅仅是有关于数据收集的 所以数据收集之外 我们还要去纠偏 有的时候在有一个新的这个飞机投产了之后 有的时候会有很多的问题 需要进一步的改善 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 还会有一定的风险 伴随着这个飞机的这个投产 那在这个运行当中 我们是可以削减其风险的发生性 从而保证最后来提高它的质量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 最后我想提个问题 从理论上以及从实际上 我们现在在监管上面可以做到什么 来保证来提高我们SM&S上面的合作 在行业里 我已经做过了 在这个企业当中 我们也在紧密合作 但是从监管的层头上 怎么有什么样的办法 有的时候合作是需要合作 有的时候需要 但是我们没有谈过这个监管方面的合作 问奇问得非常好 请各位专家回答 非常感谢您刚才的评论 也感谢您的问题 现在我们在YASA的许多问题之一 就在于首先 我们需要一个完整的一套的这个标准 有了这个标准 但是这个标准现在还没有完善 这是我们现在最先要做的问题 第二个这个问题呢 在于我们现在非常关注的是 不要这个发布不完不完善的解决方案 我们需要各参与方来承担他们的责任 并定义出并且找到他们自己的解决方案 包括在接受包括在合规等等方面的解决方案 并且我们也在找到各方之间的协同方案 有关于监管方面的合作 目前的信息不是很多 但是如果这方面在公理数上面 我们发现需要监管的需求的话 当然我们也会出台监管措施 谢谢您刚才的问题 这个问题呢不仅仅是有关于国家监管层面 这对于整个行业在区域内来说也是一个监管上面的问题 最新的19条附录上面讲到了收集各个国 基于国家的数据收集 从而可以提升安全 有179个IKO的成员国 那有一个问题在于 这是不是太过于碎片化分散化 那提供 这运营方和维护方提供数据 这些数据在于不同的成员国 而且是受到国家的监管 其他国家的监管和监督 如果是这样的话 情况就太过于复杂 那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工作当中 需要做到简明化的解决方案 才可以解决问题 在欧洲 我们现在开始了 为了安全数据收集的工作 这并不是基于国家的工作 而是基于区域的工作 也就是说这里面包括了欧盟成员国和其他的一些国家 美国在这当中也有一定的项目 他们有一个项目 是和新加坡在合作 这里面包括七到八个国家 所以呢 我认为说到可行的解决方案 那这个解决方案 首先在收集数据方面 分析数据方面 同时呢 还要从中获得可靠的情报 并且呢要保证其行为不是出于国家为单位 而是出于区域为整体的单位 那有了这样的 这些组织之间共同的数据整合和收集 把这些数据整合起来形成有效的信息和情报 并且覆盖到全球的情况 这一点我认为是最为关键的解决方案 因为如果你们看一下数据的提供方的数量 看一下他们之间的情报的交流 这里面涉及到上万的数字 那如果是以这个国家的层面来做这件工作 有很高的重复性 而且呢会涉及到这个审批啊 官僚等等的制作 因此我们觉得把它要更好的 这项工作要做完 必须要往上拉一个高度 提到区域化的层面进行合作 这样您刚才所说的合作 才可以有效的进行 帮助我们更好的做到数据的分析 提炼出有效的情报 抱歉 我 我刚才对您问题的回答 我刚才对您的问题理解 现在又加深了一步 您刚才说到 是不是说是监管当局之间的对话 但是呢我听了刚才的回答之后 我有了进一步的理解 当然我们在这个问题上面 在欧洲还有一个中央的 一个统一的这个数据管理的中心 这是服务于我们所有的成员国 此外呢 我们还有这个大数据方案 这是整一个欧洲层面的计划 再往下 说到各个组织之间的 这个监管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我们到现在为止 没有一个特别的项目 谢谢 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中肯的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呢 在我们中国面上也是同样存在 就是局方的监管和企业之间的这个自主管理 之间怎么能够协调一致 实际上我们现在处理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首先一个是一个文化问题 就是安全文化问题 就是你去发现 如果企业存在不完全的行为 或者是不完全出现了不完全实践的时候 你去做什么 就是特别是局方你去做什么 实际上作为局方来说 大概只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检查你是不是违法 如果不违法的话 处理问题实际上应该是人家自己的事情 而我们现在就是正在全面推行的安全绩效管理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理念来做的 也就是说在未来我们 刚才对你说的数据说 实际上我们还有另外一种想法 就中国面上正在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要开发一套我们国家级层面的安全绩效指标 来综合反应整个行业的安全绩效水平 也不仅仅就是一个公司的 就是你要求我们有七个地区管理局 七个地区管理局都在收集 他们本辖区内 这都不用去收集 实际上就是航空司报上来就可以 对我整个国家的整个行业 这些指标怎么变化 我们就会有一个整个的判断 而不仅仅就是说挨过去收集 一旦企业自己设定的安全绩效指标 有了绩效的数据以后 这个东西是很迷惑的 而政府最主要的是不要拿它来进行惩罚 你只要不惩罚 你帮助人家去解决问题 就像医生是给病人去治病的 你就不会产生对立 但是如果你说医生像警察一样 对待犯一样就对待病人 那么你一定是会有对立 谢谢 我也可以说一说Ameco的情况 Ameco一年的监管大概超过83次 相当于一天多就有一个审核 那么我们现在做一个项目 是跟航空公司 那么和航空公司它的每一架飞机 从现场的监察到以后的交付的运行 我们是对航空公司做特别的风险管理的 是针对每个客户做分析 是这样的 所以这些数据来了以后 我觉得还是要分开 就是可能对于航空公司的运行 你从维修点来要的 并不是维修中出现的差错 可能更关注于像可靠性管理 这样的安全数据 对你飞行的影响 那么对于维修单位 它更关注于 我交付的这个飞机 它的客户的满意度 这也是一个评价的数据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是要跟航空公司 要一起做合作 那么相对于有些时候 它航空公司的工程方面 就要对维修提供支持 在我们的分析过程中 都需要航空公司在工程方面 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持 比如说如果发现了 在这个工程方面的 这个快速解决航空公司的问题 是需要的 包括航财的这种管理 也是需要航空公司提供支持 那么这是一个合作的结果 因为我想航空公司和维修单位 它的目标都是一致的 是让飞机这个很好的 能够很逊常的运行 没有鼓掌 这个是我在工作中的一些提案 好 谢谢 最后一个问题吧 因为咱们的专场是三点结束 还要留相应的时间 让大家收拾 为下一个盘主做准备 所以大家 最后一个问题 谢谢 我是CNC地区管理局的 请教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这个安全信息的 和数据的分享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 就是我们能够实现 我们的信息和数据的 标准化和格式化 如果这样的话 能够给我们以后信息分享 其中极大的便利 目前来说 我们可能还更多的是 公司自己来探索自己的 像危险元库和安全迹象 之类的相应的格式 特别表示各种要素等等 那么我们局方有没有考虑到 建立一个国家层面的 这方面的一个标准化的 一个一项工作 标准化的建设文化 就像我们手机上的USB2.0 1.0这样的话 实现国家层面的一个数据共享 同时的话 能进一步和在我们巴萨协议里面 有没有考虑这方面的 经济的长远规划 以及甚至更更简短的一个 IQ方面的层面的一个 这方面的建设工作 谢谢 谢谢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问的 很有深度 这个问题问的非常好 非常感谢 请问哪位专家 这个愿意先答 非常感谢 小虎提的这个问题 实际上呢 你提的第一个问题 我们已经在做了 就是做国家层面的 这个威脚员库和 技巧指标库 为什么要做这项工作呢 实际上我们考虑的就是 刚才说过的 就任何一个企业 它自己的能力有限 对吧 它去主动地识别 自己本身的问题 但是在它考虑的时候 它的全面性 专业性 就不如专门搞安全管理 来得那么清晰 那么这时候政府要提供一定的指导 这也就是国际民营组织 在对政府的八项要求 八项监管要求当中之一 为企业提供什么呢 就是技术方面的指导 就如何去识别 当然 刚刚我们大家有这样一个共识 就是在任何一个体系当中 或者是一个企业当中 他们很多的危险人 实际上都是一样的 实际上它无非就是两类的东西 一类是什么 是技术上的 另一类就是管理上的 这就是现在我们正在讨论的 一个非常有著名的话题 就是一个企业有没有安全问题 一个企业实际上是没有安全问题的 它只有技术问题和管理问题 只有在它运行过程当中 它的技术问题和管理问题解决不好 才会出现安全问题 所以我们就基于这种思路 我们准备了 就是现在正在做 也在收集数据 首先要把航空公司的 这个隐患库做出来 我们现在不管它叫隐患也好 叫危险也好 算它都是一个东西 那么下一步会把空管 机场都做出来 但是这个表现肯定是这样 你可以来参考 因为你自己的危险是什么 你自己会清楚 真的对你有影响的是哪些 它并不是所有的都要拿上去 不是这改善 我不知道我这个问题跟你回答清楚没有 这是第一个 关于第二个就是关于BASA的问题 这个好像我们进一步的合作 有的对方 今天上午冯局长在讲话当中 实际上已经提出来了 就是安全监管 特别是什么 基于安全绩效的 兼顾模式的转变 这一项合作呢 我们想可能就是 由于现在呢 在欧盟内部他们已经做了一些这项工作了 我们这个部分才刚刚起步 如果要做这方面的转变 估计还有制定法规 制定工作程序 包括一系列的技术知识 可能我们下一步 从韩国安经管理这个角度 我们会跟欧盟的朋友 会有更一步的合作 谢谢 我想要再附加一点 那就是为了回答上面一个问题 就是有关于数据和情报的 要有一个新的分类法 这是在全球层面上来进行 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全球的体系 也就是说 你在陆入的时候需要做到统一化 这主要是要看这个系统的功能设置 有了这样的系统 可以让所有的企业 以及监管方 以及国家 可以能够标准 对你的行为找到一个标准 看看你的行为和国际的标准之间 是有存在什么样一个对比 那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在欧洲呢 非常好有一个EKS的分类系统 有了这个系统之后呢 我们就有一个 我们表现绩效的标准化的数字 所以您刚才说的这个是非常有 非常重要的一点 尤其呢在我们现在的工作之上 是和我们现在的工作是高度相关的 那么今天下午的panel呢就到这里 这个我提议啊 所有的panel list 应当向所有的听众读找 为什么呢 这是这么多年来 我第一次发现 在一个下午一点半到三点的会面 竟然没有一个人睡觉 同时呢 我也提议这个所有的听众呢 向panel list的辛苦工作表示感谢 因为提前两个月 他们就开始准备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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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